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懂得差一點以為自己患了外肢病的朋友 但是真的有的朋友就真的不知道 當然雖然有接觸過真的有患病的人 但是真的認識就沒有 我認識的 大家不要覺得紅水馬上 我跟他騙過手 抱過也試過 現在跟我們以前剛剛香港說有外肢病記錄的時候 很不同的 就是 外肢病現在是一個麻煩的病症 但是不是一個致死的病症 就是你有了它 你一輩子要吃藥 現在就看到越來越多的預防的方法 我們一直都有留意著它有沒有藥物去壓制著它 還有有沒有新的疫苗在開發中 我們一直都有留意著 現在你看到如果一個病人已經保持著 很有規律地去按時吃藥的話 基本上在他的身體的血液裡 幾乎是沒有外肢病毒的 只是潛伏在他的滅疫系統裡面那裡 就是久不久才彈了一顆出來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當這個病 就好像我們在80年左右就談虎識變 其實你當它長期病 你當它高血壓 糖尿病之類就OK的了 但是牽涉到那個道德問題 這個就不在我們節目這個範圍之內了 不過我們說的一件事就是你中了之後 這樣去壓著這個病是另一回事來的 現在講講是防護嘛 是不是吃了就不用帶肚子呢? 是不是去到這麼極端呢? 這樣講吧 現在都很容易找到很多資料 都知道 譬如我也是聽到有些朋友 再加上自己也找一些資料去講這一節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藥是 你是可以叫做 事後如果你擔心 譬如說你試過有一些 一些不安全的性行為 然後你擔心會不會染病的時候呢? 你可以是趁著事後的48小時之內 趕快吃一些藥來去截住它 效能都是不錯的 OK? 但是預防的疫苗就現在還是很跌跌蕩蕩 就是有一些成功的眉目了 但是以前也都試過一些 就是用新的技術來去研發的疫苗 又發覺不行這樣 我先前有介紹過 但是譬如說藥那裡有沒有一些 再好一些的藥那裡 譬如說不只是說事後 是你事前吃了 你提前可能 如果你預計到 接下來可能會有機會接觸到這個病毒 你事前提前 24小時前你吃掉藥 就令到你基本上就好像有一個防護盾擋了你 又沒有這樣的東西呢? 似乎現在就有這個答案了 就是 嗯 但是這個很矛盾的嘛 你既然事前知道有一個這樣的高風險的物體 你前面出現 那你幹嘛要去搞事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沒有 那可能就是為了喜歡搞事嘛 是不是? 這個原因很簡單 是不是? 所以就想到就是說 如果是要準備一個高風險不安全的性行為的時候 如果在世界上告訴你 有一種藥 喂 你吃了 一定能擋住 一定能擋住 這樣就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喜訊來的了 這個就要超出了這個節目的範疇了 這個是道德風險來的 那現在是不是轉向鼓勵一些人 就做一個高風險的性行為呢? 那我就純粹去 我的價值我就不評論了 但是譬如說 如果純粹說叫做保護更加多的人 譬如說 有些地方 你很多女性是窮到要依賴這個娼妓為衛生的 那你可不可以保護他們這幫人呢? 是不是? 就是令他們面對很多不同的 骯髒骯髒的臭男人的時候 但是都能夠可以保持著自己不染病呢? 那現在就有一個 剛剛出了一個試藥的藥物測試的成果 都是一個很大型的藥物測試 應該都是在講那些 反正在講藥物測試之中 去到第三期的那種的 藥物測試就在非洲那裡試的 那我覺得這隻藥拿去非洲那裡做試藥就不是找非洲人品的 因為真的他們有很大的需要 最後可以如果能給他們的話 就是好事來的 那試藥就分別在烏干達和南非那裡 就做了一個一年期的測試 這就牽涉到幾千個參與者 而且我覺得都很厲害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 他們開發到一隻應該都是一隻干擾素的一種藥物 吃了之後 它的名字叫做Lanacopathyre 你見到這些用VIR味的那些都是抗病毒的一種干擾素的一種藥物來的 那就是這一種藥物的出現 似乎在那個藥物測試那裡 他們就用注射的形式 就是每半年要打一次針 就不用24小時前射一次藥了 你就是每半年就打一針 那就發覺這幫人真的可以擋了 就不會患愛滋病 那就是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它有一個這樣的 你可以說 可以是一個叫做事前預防的一個的疫苗 那它那個免疫力究竟可以長多久 現在不知道的 但是就是說 它就是每半年打了一針 總共是打了兩針 那就發覺他們可以 就有了這樣的干擾素的作用之下 就一直是 原來是不會是中的 它說它用到這個標題很誇張 有效率是100% 所以我覺得 你說 不要只講到對那些叫做 整天主動希望去進行危險性行為的人是一個喜訊 有些你是心不甘情不怨 但是都迫著要做的 那些人來講 那它有這樣的保護的選項 我覺得就是一個更加實在的好消息 那我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它那個預防和它去消滅你身體裏面的病毒之間 那分別在哪裏 如果你預防了 為什麼做不到一種 就是完全醫到外滋病的藥呢 是的 那這裏你要講的是 你是由化學的層面 還是你由那個免疫力層面那裏去擋住這個病毒 我會這樣比喻的 就是 你預防就好像你戴了口罩那樣 它直接擋住 令到你的菌接觸不到你 或者你如果是在那個叫做食藥的層面 就是你有這樣的化學物質在你的身體裏面的時候 那些病毒基本上就是被化學物質干擾住 它不能夠有效地黏住在你的身體的細胞裏面 干擾了它 但是如果你是疫苗 那個意思就是 你是訓練到你身體的免疫力能夠認得到它 就是身體自己懂得去打它 就是你前者就是說 你身體自己不會擋 但是我有個盾給你擋 但是如果那種疫苗的意思就是 我教會你身體去擋 這樣的意思 那現在吃這種藥的意思就是 其實就是令到你的身體會有個盾子 所以就是那個預防和那個叫做疫苗之間那個 是有一點點的差異在那裡的 就是你如果了解那個技術層面怎麼運作的話 好 解釋得很清楚的了 但是我很奇怪 你其實有病人套或者傷安全套 可以預防到這件事的 那為什麼大家就要花時間去再想一想 這個100%的這些所謂防護的藥呢 但是這個都不涉及到我們這個節目的主要內容了 所以我們只是提一提而已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要講講 就是現在這個實驗室做出來的鑽石去到什麼水平呢? 是啊 又有些新的東西可以跟大家跟蹤 其實剛剛這個星期有幾樣在不同範疇的新技術 有些更新都可以跟大家講 但是我們今天這一節就是講這兩樣先 第二樣就是我們都久不久就會講那些 Lab Diamond 實驗室鑽石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了 可能有朋友都自己出去都會光顧 現在你出去買實驗室鑽石 絕對是便宜過天然鑽石的 那當然你說最完美無效級別的那個鑽石呢 只是天然有而已 你如果用實驗室來講呢 能夠做到去那個叫做VVS1 那種已經是很好的了 但是說真的 給VVS1的級數給你 你就這樣用眼睛都看不到裡面有什麼瑕疵的了 除非那些你去到裡面有很大的雜質 找個放大鏡看到的那些 那其實那些就是那些級數更加低的鑽石 所以很多人我都會看到的 我那個人都預測都沒錯的 以一個幾年的時間呢 那個實驗室鑽石在市場佔有的份額呢 是每年是翻倍的去提升的 很簡單的嘛 你會結婚的那些一定是年輕人來的 年輕人那些十幾二十歲的那些年輕人 接受科學接受這種技術的話 基本上他們就是買 有一個三分一價錢就可以買到一樣質量的東西 為什麼他們要花多些錢呢 所以你會發覺呢 通常不接受這些Lap Diamond的人 比較老派一些的人 就是很老實講 因為我們經常覺得呢 很多做出來的那些其他代替品都是假的東西來的 就是那個元素不一樣 那個化學結構不一樣 但是實驗室鑽石它完全是在做一個 都是用碳 砌出同這個鑽石 同一個化學結構的一種材料 所以是一樣的東西來的 長遠來說 你問我都會看就是 未來鑽石一定只會越來越便宜 還有最後這個世界就會走到就是 絕大部分的人都是買這個實驗室鑽石的 就不會說特地再去找天然鑽石 有可能最後甚至乎你發覺 那個價錢都要下跌的了 基本上就是 這就是此其一了 但是現在趁著這幾分鐘要講的東西 也是一個震撼彈來的 實驗室鑽石它的成本很取決於 它的實驗室所需要的環境資源 是要有多麼複雜 其中就是我們需要一個無菌的一個環境 那這個無菌環境就不一定要說 你自己全身都穿著褲子 但是起碼你去製作那個 去令到那個鑽石去鋪 慢慢去增益的那個條件 裡面要是很純正 好了 這個第一了 第二就是什麼呢 通常你要弄鑽石 你一定需要兩個物理條件 就是剛才說的要無塵 另外就是你需要高溫 另外就是高壓 跟著當然要適當的那個叫載體 其中成本比較貴就是你要將東西加熱 熱到一個地步就是以四位數字 以千計的溫度 另外一個很大的成本就是加壓 要加到很大的壓力 OK 究竟有多大的壓力呢? 其實似乎你不同的技術 但是現在基本上 你一個商業的機構 你如果想搞一間叫做 生產這個實驗室鑽石鑽石的公司 其實我覺得一個中型的企業 這樣的資本 你已經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如果你想成本再壓得低一點呢? 你就要想一下任何一套新的技術 不需要用到這麼高溫 或者不需要用到這麼高壓 如果你隨便一樣可以拉低 你的成本都可以降低 剛剛這個星期的一個消息就是什麼呢? 就是有人開發到一個技術 就是用一個普通平常大氣壓的條件之下 都可以種到鑽石出來 所以我會預期就是說 那個未來見到實驗室鑽石的成本 可以進一步再降低 但是又不是說得這麼天真 有些技術層面的東西可以講一下 那這次這個實驗小組 這班研究人員 憑什麼本事可以用到 做到這個可以正常大氣壓之下都可以出到鑽石呢? 他就出不到一個大顆的鑽石 他還是出到一些 要用顯微鏡這麼小之下 看到那些鑽石粉末的 但是其實那些鑽石粉末已經有很多的用途了 你只是那個牙醫那些鑽嘴 有這些鑽石碎已經很好用的了 還有那些用來戒東西的那些刀 你有這些碎鑽在那裡 已經是很有工業用途的 他們用了這套技術 就會用到一些Gallium 一些普通的一些金屬 在加一個加溫之下 就是你將那套金屬 就好像能夠扮演到一個 吹化劑這樣的作用 於是你通過一些碳的氣霧進去的時候 它能夠形成的結構 就更加傾向是一個鑽石的結構 它就運用懂得選擇了一個適當的吹化劑材料 結果可以令它不需要一個很極端的氣壓 在一個正常的大氣壓之下 都能夠種到一些鑽石粉末出來 現在就去到這樣的階段了 那你可以預期就是 會不會遲下能夠再改良一些的技術 再去發展下去的時候 它能夠做到更加大顆的鑽石呢? 或者就是你的大氣壓不需要去到一個大氣壓 你就算多少也沒有所謂 你最重要的那個 你譬如說在用可能 你家裡有時候煲東西 有些人都會用壓力煲的 如果可以用一個 連壓力煲都生產到的一個這麼小的壓力 它是比大氣壓強一些 但是就是一個可以用家用電器 都能夠整得出來那個壓力的強度 都能夠做到鑽石 你就發覺整個成本就會大大降低 所以你會發覺 那個實驗室鑽石能夠挑戰那個天然鑽石的能力 是在不停地加強著的 是那個技術 就是當初能夠市場佔得越來越多 贏得越來越多 就是因為它的技術越來越便宜 現在我就說這個技術便宜的走勢 是會繼續去下去了 這個也都很第二 原因大家知道那個鑽石開賽 其實牽涉了很多人命 那個勞工的狀況是非常的惡劣 大家如果看它的血轉這個 所以我就絕對贊成大家 不要掛念年輕 就算你老人家或者比較成熟的人 都盡量避免去買 你自然天然開菜的鑽石 改用人工的鑽石好過了 是啊 但是你估計它未來的發展 會不會做到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因為剛才你說的那個 在我們一個普通環境裡面已經做到了 那會不會在日後就是 可以個人生產自己的 你講的那種 當然也都要看了 你能夠做出來的那個級別 如果我是都想要一顆一卡 看上去很火的 最後哪種技術能夠做到這個效果呢 現在很需要的就是說 你那個技術便宜 不能夠做到那個級別 現在你就是 譬如你說 那種叫FL級別的 完全是無瑕那種 就完全沒有實驗方法做到的時候 那它就有一個價值在那裡 那個只能夠在天然自然環境裡 去撞彩找回來 是那些 但是 所以現在降價降得很厲害的就是VVS2 VVS1那些其實便宜了很多 我剛才說的那個 平常氣壓那套技術還是起步的 但是我聽到是正常大氣壓 其實已經是很震撼了 因為它出來的那些東西 已經又可以取代到某一些的產品了 它現在還是做出來的那些是粉末狀的那些 但是其實鑽石粉末 都已經有它一定的日常的工業用途在那裡 所以你會發覺就是 越是那些呢 就是整個鑽石那個價格的那條curve 就是 就是不是說 大家都知道的了 由一卡變兩卡 兩卡變三卡 那個價錢不是直線上的嘛 是幾何級數上的嘛 而且相信現在這個差異呢 就是貴者越貴便宜者越便宜 那種差異會越來越極端了 我看到真的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你如果買那個的級別不高 但是都是一卡的那些呢 現在你可能在說是 就是一萬多元你都可以買到一卡的了 是啊 是的 你現在看這套真的是很划賣的 真的 是的 那好吧 大家 如果是男士的不妨考慮一下 買一些便宜的鑽石就算了 不要買那麼貴的 就是浪費自己的錢的嘛 是吧 是吧 我們在這裡結束 下次再回來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東西 跟大家見面了 那麼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隔壁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就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那個女人旁邊的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 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演我們 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